中聯辦法律部長黃振文說 香港經常有人攻擊中央 形容是花崗岩頭腦 是時候改變偏見 中聯辦法律部長黃振文 以原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身份 出席基本法國際研討會 他說至今仍然有香港人 不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 不願意面對香港已經永久回歸祖國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憲法體制 就是得到了世界各國 它的支持 它的認可 但是回到香港呢 我們看 這個還經常有人去攻擊 這個漫亂 這個中國共產黨 攻擊中央政府 那麼那些人呢 可以說是有這種花崗岩的頭腦 幾十年不見 永遠生活在過去 我們這時候要睜開眼 探世界 探祖國 是時候改變對中國共產黨 和對中國政府的偏見 而三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姚波普 就批評 主張港獨自其其個別人士 已經超越言論自由的層面 不可以以為還可以逍遙法外 不當港獨的 當然是幾個別人 但這種網路法律 吹吹 港獨自覺的言論 仍然只有不曉得欺騙性和煽動力 它正在走向街頭 走向社會 甚至走進了立法會 這明顯的社會煽動 和捕獲的性質 已經噴出到懷疑 既然已經超出一般言論自由的範圍 香港在這方面 要反彈 必要的考慮 她說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既不符合治療的原則 也都不具有全民公投的權利 更加無權以公投脫定香港的領魂 無限電視電社獲得難報道 接著就是名職照 交給另一張物彩 好啊 東方日本社民 貧窮人口不單字母減少 本來創下09年至離身高 達到135.2萬人 交接急增7000人 貧窮率接近兩成 港府家庫群措施林林總統 當日關外基金注資 已經高達150億元 並不是小錯誤 但有關政策 不是小欣小偉 又是小收小補 信報實評 政府法決推行全民退休暴陕 意味港人在優秀的生活 只能夠繼續依賴滾全總額有限的強制金分支出 如果政府沒有增進措施或是津貼推出 甚至貧窮人口只會持續增加 都會令到整體貧窮情況大有改善 甚至節省加厲 警告實評 議會系電性之地有不同之間 但可以依照規則相同發表 諷刺的是 作為討論修訂議事規則 引發積劣姿態衝突 有某些反對派議員衝動行事 全部規矩 為了左營會議自一國無二 顯然 除了議會不是現場 沒有考慮一致粗暴衝突破 會贈起第二 天氣方便 日清早早大節清晰 但能見到火低 吹微風 最高氣溫大約25度 然後尖緣高雲和有氣勢雨 不風增強 日晚氣溫至最下降至大約19度 令我經日風勢可大和有備雨 而下個星期初天氣成分 明天氣溫溫 普遍介乎16至21度 星期一都是北雲 不過雨勢就不太大了 要用東北衛合空的補充 就會在下個星期始終影響轉環 看到下個星期早晚的天氣 都維持在清涼 低溫就是在十六級左右 不過星期一開始 天氣就會好轉回 等暫時見到人光 有人看到星期科技附加即第二期 是此